据香港新闻网4月8日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7日开始向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 派发第一阶段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 以促进本地消费 不过 一些乱港分子为反而反 在论坛发文试图怂恿其他网民 抵制消费券 结果反被嘲讽利反 据央视新闻报道 4月7日 香港开始派发新一轮消费券计划 第一阶段5000港元消费券 去年成功申请消费券的香港市民 不用再办手续 新一轮消费券计划是在2022-2023财政年度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推出的 向每名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 分期发放总额1万港元的电子消费券 目的是缓解香港市民因第五波疫情 而面临的经济压力 首期5000港元消费券的有效期 至今年10月31日 第二阶段5000港元消费券 将于今年年终推出 香港新闻网报道称 疫情期间 香港经济民生受到影响 此次派发消费券对民众来说是及时语 但有乱港分子坐不住了 该网民7日在网络论坛 LIHKG讨论区发帖挑拨称 谁用消费券 谁就是蓝丝 该乱港分子偏执地认为 消费券是特区政府派发的 谁用消费券就代表支持特区政府的所有政策 还叫叫称自己一分钱也不会用 这一为反而反 攻击特区政府立民政策的举动 随即引发不少当地网民的反击 特区政府发放的消费券 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 有网民质问 为什么不能用 更有网友回对 街道也是政府新建的 有本事你就不要上街 一上街你就是蓝丝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反中乱港势力分崩离析 香港各方面弃想异心 然而仍有一些乱港分子执迷不悟 沉迷将香港市民按政治立场 分为黄蓝两色 报道称 在这些人眼里 但凡不跟着他们质疑特区政府 就要被打上蓝丝的标签 这类乱港分子动不动就要攻击特区政府政策 以各种方式煽动仇恨 这次抵制消费券就是他们盲目唱反调的表现之一 此前 乱港分子还因不满特区政府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的态度 发帖妄图弱化奥密克戎的病毒性 声称香港疫情看似严重 是因为患病人数基础大 所以出现一两例重症并不奇怪 还急不负责地劝带小孩去打疫苗的家长冷静一点 在搅乱防疫政策上 乱港分子们一直不死心 有人下载假的安心出行扫码 企图蒙混过关 更有人煽动抵制张贴安心出行二维码的餐厅 叫嚣要将他们一律当蓝店处理 香港新闻网指出 此类为反而反的行为 显然早不得人心 有香港议员直言 这样的行径是强行将开晚式的餐厅 夜晚外出吃饭的人贴上标签 影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